接下来看全球的贸易市场 韩流风靡全球推动了南韩泡面非常成功打进国际市场 南韩在4月份泡面的出口额冲上了新台币35亿元 刷新了单月泡面出口额的历史新高记录 不止泡面业者攻进海外 肉类加工食品的业者跟南韩政府合作 与欧盟争取在今年首度获得批准 让南韩的人生鸡汤炒饭跟冷冻炸鸡开始可以销入欧洲各国市场 拆开粉红色包装的生日礼物从袋子里拿出一袋火鸡面 看到这缠了很久的南韩泡面让女孩瞬间喜极而泣 这则影片在TikTok爆红 火鸡面制造商三氧食品趁势特别为女孩送上惊喜 再度掀起热议 连美国人说女性卡蒂比也来尝尝是什么风味 让小女孩这么着迷 美国网友发起的火鸡面试吃挑战 让三氧食品今年第一季度获利惊元 销售额高达3857亿韩元 比去年同期增加57% 其中75%来自于海外销售 우리나라의 라면 수출 금액이 월간 기준 1억 달러를 처음으로 돌파했습니다 관세청에 따르면 지난달 라면 수출액은 1억 859만 달러 우리 돈으로 1470억 원으로 1년 전보다 46.8% 증가했습니다 也是史上新增 其中椒子、素食饭和海苔饭卷在海外都打受欢迎 最近 오뚜기는 대졸 신입사원 공채에서 외국인 유학생을 채용하겠다고 나섰습니다 농심은 프랑스 대형 유통업체에 입점해 유럽 판매망을 확대하고 미국 제2공장 라인 증서를 추진하는 등 看准如此庞大商機 南韩食品行业加速部局全球市场 首日当局也在幕后做推售 官民合作要让韩式世界化 우리나라 업계와 정부의 관리 시스템의 세계적 수준에 도달했다는 평가를 받았다고 생각하고 있습니다 如此自信满满 是因为1996年开始就持续申请出口的 南韩国民补品人参鸡汤 过去因产品简易体系差异 消往欧洲被拒 但经由政府和食品业者合作 证明南韩简易管理可护标准后 终于让欧盟点头 首次将人参鸡汤 消往欧洲各国 不止这一瓶像 鸡肉馅的饺子 炒饭和冷冻炸鸡 也将出口欧洲 进一步提升 K-food全球地位 只不过说到 韩食走向国际 还得提到 韩流文化 这个背后最大功臣 K-POP的影响 无法忽略 连同韩食相关产业 也跟着 争争遇上 例如泡面 销售出去的 不止食物本身 还有泡面文化 各国因此 纷纷引进超商自助 泡面机 要让消费者 完整体验 南韩饮食逐渐 越入国际事业 不过这样还不够 南韩政府 持续推动饮食文化 举办食品展 为国内食品企业 设立对外接轨管道 要让韩食料理风味 征服全球 TVBS新闻 最后报告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 TVBS新闻网APP